OK 要去寬宅巷子了 這就是傳說中的寬宅巷子在正前方 那就進去裡面走走逛逛 現在走的部分叫寬巷子 不讓行人 生沒品 沒有品 不讓行人 我是我內人的寵物 他說寵物不能進去 又來一次了 好的 我們就往前走了 他這邊地鐵呢 就坐四號線之後 從B的出口 反正你出來就會看到 他有很明顯的指標寫著寬巷子 這就是傳說中的寬巷子 人好多喔 現在來的時間呢 大概是早上十點三十六分 好可愛的小女孩喔 沒表情 一號表情而已 一號女豬腳跑進去了 你看起來很可愛很適合走進來 那我看起來很不可愛 所以說我在後面等 柴爾 這邊特殊的就是柴爾 老兔頭 吃兔頭不如吃那個羊頭 我晚上好想跑去吃羊頭 晚上好想跑去吃羊頭 鴨子賣完拉倒 這是寬仔巷子最有名的一間店 他做了一個文創的東西 就是那些鴨 跑啊跑 蠻聰明的 那用竹籤 用馬 草繩綁一綁 就變成一隻鴨子 蠻有特色的 現在位置點在寬項子這裡 這是T字路這邊 一般很多遊客到這邊都會攝影拍照 我也不例外 因為我也是遊客 阿州很高興來到這裡 一般很多遊客到這邊都會攝影拍照 因為我也是遊客 阿州很高興來到這裡 那明天大概中午左右就會離開成都 這掌握最後的時機點 來換巷子跟載巷子走走逛逛 順便幫各位拍拍影片 讓各位看一看 有很多人可能一輩子沒有來過這裡 但是我希望大家有機會 一定要來成都 那飲食方面我覺得還好 沒有像想像中的那麼辣那麼麻 那基本上都還能接受 就是盡量挑不辣的 而且在餐飲上 只要跟 廚子啊 跟那個點菜的時候跟他說不要辣 基本上就不會有辣的問題 看到很多遊客 都跟著這個 很特別的這間 載院 釣魚台還有載院這邊 他的門派號碼是 方向子38號 這裡面是 武良藝的文化體驗館 看到這牆壁斑駁 都有歷史了 這時候隱隱約聽到有人在唱歌 街頭藝人 他們 這麼早就開始了 這麼早就開始了 他在打手鼓 蠻好聽的 感覺還不錯 他在打手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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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 哇 看到小朋友在哭了 這個都是早期的大戶人家 對啊 不要看 外國的節目吧 看到是老外 見怪不怪 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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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撈一圈給各位看 來 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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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阿周很想买一顶那种帽子来戴 你知道吗 不过年纪好像不适合 很特别的一家参菜馆 蛮有特色的 最终有闻到桂花的香气 所以抬头一看 原来这是一棵桂花树 一号人家 一般都吃 到宽巷子、窄巷子 還有一條叫緊巷子 現在在宽巷子的路口處 旅遊一般旅遊團會到的 這個路口處 稍微的繞一圈 好的,這就是 宽巷子現在的狀況 我是阿周 這個影片還有續集 我們下次影片見